最近好像有一個小消息傳出來是說 西部地區利維夫有傳出說 宣布獨立要脫離中央管轄 這是代表說現在亞努科維學政權也遭受到挑戰 是 可以那麼講 因為西部我們講說是靠歐洲 那麼他這個利維夫其實在烏克蘭語裡面叫做Inview這個地方 我們中文翻譯利維夫 他叫Inview 他其實他在16到18世紀的時候 是歸這個 是屬於波蘭跟立陶宛的勢力範圍 那麼到後來又被奧匈帝國管 然後這個一次大戰之後就拿到波蘭裡面去 到後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 就是應該是說獨立之後 1999獨立之後 後來俄國才把它還給讓烏克蘭去管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他是非常的親歐洲的 他自己有這個獨立的意識 但是其實有意思的是說 他這個地方他宣布說 就算一個小鎮嘛 他宣布說要獨立 其實他是靠西部 烏克蘭西部 就克里米亞 他是一個加盟共和國 他是屬於烏克蘭的 他原本是屬於俄國的 但俄國後來在烏克蘭獨立之後 把他送給烏克蘭當禮物 所以就成為你的領土一部分 但在這個 Eview這個地方宣布說要獨立之後 克里米亞的這邊 他們這邊當地的行政最高領導人也說 如果烏克蘭真的要這樣子 就是說跟俄國要切斷關係的話 那麼我們也要從這裡面獨立出來 也要從烏克蘭獨立出來 就你有獨立牌 我也有獨立牌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相當複雜的一個情況 所以有沒有可能引發所謂的連鎖效應 您的觀察 目前就Eview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它還是一個象徵的意義 但是大家都在看說 會不會引起西部 就這些地方接連的這個就是連鎖效應 大家是在觀察 但是一般認為不大可能 因為現在這個 就包括我們講說 剛剛達成這個停戰協定 這可能如果雅努科威奇真的願意讓步的話 是可以達到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這個平息眾怒的一個效果 所以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個停火協議其實相當關鍵 是